比起男生间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女生的攻击似乎更为隐秘和复杂 这种隐形霸凌 隐形攻击 它对心灵的攻击是长期性的 隐蔽性的 父母或者学校老师为何会经常觉得无能为力 这就是因为隐形攻击的两种行为 往往具有极大的隐藏性和欺骗性 隐形霸凌 它的后果可不当是你的孩子受到了欺负 这不是欺负的问题 而是它会对你的孩子的身心健康 造成非常生远的 无法挽回的影响 大家好 我是一颗Talks的讲者高生华 今天我将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个话题 那就是校园中的隐形攻击 那我们现在说说就是哪些行为被称之为隐形攻击呢 通常就是言语上的冷暴力 嘲笑 排挤 都属于校园隐形霸凌或者隐形攻击的一部分 而且通常在校园中女生之间是非常普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比起男生间用拳头来解决问题 女生的攻击似乎更为隐秘和复杂 然而从家长到老师 大多数人都将其视为女孩的天性 而非疾待解决的严肃问题 这其实是女孩存在的一种隐形的攻击文化 其中盛行着隐秘的瘟疫般的霸凌行为 独特起源 具有毁灭性 我们谈一谈 为什么女孩子之间会弥漫着隐形攻击呢 相对比较优秀的女孩子会遭遇到更多的隐形攻击 而那些各方面优秀 当有一定有一定身体缺陷的孩子 女孩子同常会成为高危人群 让我们今天来深入分析一下这背后的原因吧 第一 我觉得是固有认知 国内也有不少的影视剧小说等文艺作品 描写了女性之间的隐形攻击 例如后宫甄嬛状 后宫如意状 而大量的宫斗剧也凸现了 并加剧了这种女性之间的尔虞我诈 名争暗斗 然后加上短视频的大量传播 很多小学生 中学生就开始刷短视频 他们更受到了这种就是文化的熏陶 对成长中的校园女孩 起到了潜移默化的诱导作用 甚至给她们树立了非常不好的榜样作用 这些都强化了她们的固有认知 第二就是社会价值观的导向 通常暴力攻击是男子气概的表致 是男子汉的阳刚之气 而人们对于女性的期待 则是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培养出温柔 有爱 礼貌的品质 特别是在进入学校后 在和同龄人的交往中 这种男女有别的教育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从而在价值观上导致了女性之间的斗争更为隐蔽 也更为隐秘 很多时候当时双方都不一定会有明确的冲突目的 但是双方都可以隐隐觉得存在某种互相的或者当方面的隐性攻击 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你想攻击对方或者说你被攻击的时候 你只能隐隐的感觉到不对劲 但是你又不明确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三就是男女社会分工的不同 女性总是处于照料者 关爱者的位置 使得女性更加在意亲密关系 更加在意跟别人的联系和相处 一旦女性感觉到其他人的威胁 尤其是对异性关注或者照料争夺的威胁 这种隐性攻击马上会变得非常的迫切 破败性巨大 社会分工中的被照料被关爱 会放大女性的不安全感和被威胁感 造成女性之间更容易产生彼此的隐性攻击 这种隐性攻击一旦到了校园中 就会成为校园中的那种隐形的校园霸凌 还有一种叫女性过度理议论 关系在女孩子社交中是扮演着重要角色的 与男性男生相比 女孩将被孤立视为威胁 而冲突则会让她失去一段关系 这不仅让女孩感到害怕 而且为了避免孤生一人 她们甚至愿意清净所有 这就是女孩在这种社会文化下寻求自我认同 寻求自我归信的产物 她们甚至因为害怕被孤立而去主动的隐性攻击其他女孩 从而避免自己成为被攻击被孤立的对象 这就像说她害怕自己被攻击 她就会去主动攻击别人 她们想让别人成为牺牲品来保护自己 虽然她们内心深处可能并不觉得这种隐形攻击他人是正确的 而且她们甚至内心深处甚至会同情那个女孩子 但是在这种文化下 她们首先要保护自己 这样如果一个班里一个学校有一个被攻击的对象 被明确隐形攻击的对象 她们可以通过攻击别人来获得自己的安全和获得自己的满足感